張文綺近年來因主持綜藝節目展現幽默口條 和天生綜藝魂得到不少觀眾喜愛 而她在 2 月 14 號情人節被拍到 和一名壯碩猛男一起共進晚餐 不過張文綺也澄清 只是和合作廠商吃飯 沒想到今日又被爆出 四月她和朋友在火鍋店聚餐 身邊跟著一位身穿黑T 戴著黑色棒球帽的神秘男子 實際一看竟然是同為綜藝人的成汗點 同行的四人吃完飯後 又搭上計程車來到電影院 原本以為是工作性質聚餐 但一直到看完電影都沒有其他藝人加入 讓人驚訝張文綺和陳漢點 原來私下交情這麼好啊 連看完電影後也捨付得結束 直接在附近的餐廳續攤 聊天過程中兩人的表情也都超級豐富 就算收工還是滿滿的綜藝魂 雖然稍早陳漢點透過經紀人解釋 只是因為節目關係而展開的單純朋友聚會 並沒有任何情感關係 不過也有許多粉絲表示 這個組合好歡樂 兩人看起來很般配 如果有進一步發展也會祝福的